當然喔,如果這個做完之後 其實我有甚至把那個P4大樂透 剛剛我做一些手動的動作 我要把它寫成對應的程式 包含什麼刪除多餘列 然後中獎號碼等等的 然後我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最後其實可以寫一個什麼 寫一個SUB叫大樂透下載 那這個的話就可以串上面的所有的這個SUB 我弄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步的話就是清掉舊的資料 然後呢第二步的話 扣P4大樂透下載就是下載這些 這個是第二步 那下載下來之後的話 當然我們還有做這個第二個動作 就是把那個不要的列給刪掉 那包含哪一些就是排序 特別號排序 然後向下追蹤 刪掉多餘的列 然後呢這個動作最後我是沒做啦 日期要不要遞增排序 其實這個不做也沒關係 那你會發現這個排序 就是我這個A到Z 寫出來其實就是這一行程式 Range C1這個.source 它就排序了 然後讓它向下追蹤 就是備註向下追蹤 得到的結果是1926 把1926和底下的Ctrl向下 這些底下的東西 通通都把它刪掉 刪掉的話你可以用Rose 從1926一直到底下 最底下是1048576 所以我就不算了 反正我就算到最下面 通通刪掉 這樣子點Delete就可以了 然後再按照日期排序 然後最後還要做什麼呢 做那個所謂的資料剖析 把這個剖開來 那我有先增加6個號碼 所以再來增加6個號碼 有沒有1到6 那其實寫個回圈就可以了 回圈的部分的話 當然可以參考一下 4J的回圈 1到6 然後第一列 哪一欄 第456789 給自己欄 把這個名稱加上去 然後再來是資料剖析 那剖析部分 如果你不會寫的話 其實可以用錄製的 其實這個地方我也是錄製的 只是我把一些多餘的程式把它刪掉 OK 剖開來 然後最後刪除B欄 OK 這樣完成了 那刪除B欄裡面 我還多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讓欄寬自動調整 叫Colence.autofit 刪除B欄就是Colence.delete 然後自動調欄寬 這樣的話基本上 就可以得到我要的這個最後結果 那就可以做那個最後的統計分析了 OK 那今天的話 因為時間的關係 我們今天最後 就先講到這個題目 那理論上的話 這個第四個單元大概就先講到這個 下一次的話 也許我們再來看一下其他的部分 第五個單元吧 OK 那今天的話 就先到這裡好了 OK